好 华人要把握农历12年新春到美国 赌城Las Vegas过年间度假逐渐成为风尚 这华人旅客平均每一趟花3000美元左右 折合台币大概是84000块 那么也带动了整个赌城的休闲娱乐 以各大赌场这些酒店来说好了 为了留住华人不只是处处点缀中国新年的装饰 在十一住行各个方面更增添了许多中西合并的新创意 满足华人旅客的需求 看全球家喻户晓的麦当劳叔叔打头阵 一阵翘落打鼓声中 第二届赌城中国新年游戏走上街头 紧跟着各民族舞蹈 有的穿着华丽 有的民俗风十足 甚至连海盗船长也带一伙人来庆祝蛇年 让不远千里而来的围观民众看得好开心 直呼这趟来对了 我们做了我们的研究 所以我们知道 我觉得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过来过这个中国年到Vegas 不只户外游行很热闹 看好华人过新年欣赏五龙五师之鱼 更要逛街购物买新衣的传统 在澳门和赌城都有设点的威尼斯人大酒店 就把两者一结合迸出新火花 让民众待在酒店里边购物边看表演 更有过年的feel 我们越来越有中国话 很多中国的原色在我们的楼里边 中国的音乐 然后很多我们会经常带一些 就是华人有影响的艺人 音乐家来我们这里表演 所以很多娱乐上的角度来说 有很多可以offer的地方 看老北京师傅展现巧手艺 一阵上下甩手 面就像友人生命一般越拉越细 师傅表示因为游客来赌城过年围炉 当然会想吃道地北方家乡味 因此赌城凯撒宫 特别把他们从大陆请来开店 延续中华面点的传统风味 更期望中西合并 打造出赌城在地的特色菜 这个面怎么为什么这么转呀转呀转呀 最后出来面了 而且细的一个人一个人特别特别细 有的最细的时候要表演到最细的时候 能可以跟这个头发一样这么细 这就是兰州拉面 我们改良 改成现在的首拉面 北方首拉面 看中西面点创新不稀奇 连鸡尾酒都吹中国风 那才神奇 赌场酒吧台上的这杯 可是老板娘花了好几个月研究 终于赶上农历舌年 特调出的火龙果鸡尾酒 风味浓郁 可是中西合并的好味道 而新年才特别有的Gino Coco Dio 到底有多特别 哇 哇嘎 沙克什么都有 真的不一样 虽然赌程各大赌场的经营策略 都是想盡辦法 將各種休閒享受 融入中國元素 不過世界級的太陽馬戲團 Lakana Show 卻堅持走不一樣的路 將全新打造的 另類意想世界 讓演員在各種夢幻舞台上 大秀一系列的高難度演出 票房一樣也能強強滾 很棒 要有一個平衡 然後回到年輕時 然後變成懶惰 然後讓人們呼吸 然後笑 然後讓人們比較明顯的部分 不只用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慶祝 其實Venician跟Plado 還特別打造了這一條 Soupie Train的大水神 就是希望華人過信念 什麼都如意一切順利 以上的東新聞用至理重要 在Las Vegas的採訪報導